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2年2月26日 曼联主场特别近 周六深夜 英超友好戏上演 曼联坐镇闹托福球场迎来屈福特的挑战 两队实力和近况都相距甚远 拥有主场之力的曼联是一有力击退对手 虽然曼联周中欧关联16强手回合整体发挥不佳 但是他们还是凭借着小将安东尼 一篮加的入球与对手打合 至此曼联连续不败的场次增加到时长法定时间 状态相当不错 经济英超已经来到中后段 曼联主要任务还是保住前四的位置 虽然他们目前积46分 但只比少T二场的阿仙奴多一分 曼联随时跌出前四 他们需要继续抢下更多积分往上充裁保险 面对升班马屈福特 红魔鬼迎来全取三分的大好机会 一方面曼联近期逐场取得连胜 而且进攻强劲 军场入三球 班奴 费南迪斯和基斯坦奴 朗拿度等多名球员都有入球 另一方面 曼联最近八次坐镇奥托福球场对阵 曲福特全部获胜 而且六次保持清白之身 双方失意再次交战 曼联全取三分问题不大 阵容方面 前锋爱迪辰 卡云尼和美辰 格连活特因各自圆英币战 曲福特上级排在英冠第二直接升班到英超 作为经济英超升班马 球对手要目标就是要保足 不过令人失望的是 曲福特经济至今表现糟糕 他们已经换了二次主帅 目前是老帅贺陈代队 他带英超球队的经验相当丰富 即便如此 曲福特的表现也未见明显的改善 近三个月联赛 只赢下一场 而且进攻伐力 近六轮只有莫沙 施宿高和艾文奴 丹尼斯有过破门 另外 曲福特经济不善客战 12场输了7场之多 而且防守不稳 此番面对近二轮联赛攻入六球的曼联 曲福特折戟在所难免 阵容方面 后卫尼古拉斯 尼高禄和中场彼得 伊迪宝音商无法披甲 感谢你收听完播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